90岁爷爷大面积中风住院,家属决定聘医院看护一对一照顾,但爷爷却在二周内换4名看护,不是家属想换人,而是看护都以爷爷很难顾为由不干了,有钱聘看护却找不到好的照顾品质是许多家属曾面临的痛。 卫福部表示,也已提升看护在职训练时数域内容,至于卫福部统计,全排医院照顾服务员,俗称医院看护共一万一千多人,多数是医院和看护合作社签约,由合作社提供,少部分才是医院自聘自用,一对一看护费平均每天两千至两千六百元,若个案较难照顾,还得在天前。 医院照顾服务员管理药店规定,看护每年至少接受8小时训练,内容包含感染控制,病人安全,照顾技巧等,等同每年只需补充训练一天。 台北荣总医器部主任林伟强表示,看护是医院及家属的得力助手,但看护费有时比医疗费还花钱,却难保看护品质够好。 有些看护确实是新手,缺乏技巧及经验,有些人却是自以为是的老手,结果严重影响医护原本的照护工作。 李伟强说,北荣曾发生病人因看护照顾不周除问题,丢给医护收拾善后。 医院后来决定自掏腰包,每年提供看护更多补充训练以确保品质,避免适得其反。 万方医院副院长高静秋也说,医院对看护有监督管理责任,若太多看护不是任一。 院可与合作社解约,但有少数流窜在医院内的个体户,直接向家属发名片。 这种私下交易,说真的医院很难管得到。 好的看护很多,但还是有老鼠屎。 爷爷的家人受访说,爷爷睡眠少,连续几名医院协助梅河的看护喊累,宁愿去顾轻松个案。 还有大陆级看护还故意录下爷爷晚上躁动情况,他们抗一时却遭看护呛你是想杀我吗? 我只做到今晚八点,让他们无奈又无助。 卫福部周护司长蔡淑凤表示,医院看护的管理及照护品质有改善空间,近期你修正医院照护员管理要点,包括增加看护在职教育时数,强化有效训练或提供更多聘用模式。 例如以对多照顾以分担费用方式来减轻家属财务压力。 针对个体护,卫福部周护司检任暨正陈青梅说,个体护依法仍需具照护员资格,且医院也得比照合作社之看护,将个体护纳入登陆清测。 地方政府会于每年多导考核时检视,只是目前没有罚则,只能要求医院做好管理监督责任。 有钱聘看护却找不到好的照顾品质,是许多家属曾面临的痛。 卫福部表示,也你提升看护在职训练时术语内容,突爆戏资料照,分享。